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是一则商业新闻啊 跟政治无关啊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Family Mark 这个便利店啊 他即将呢 把他店里面所有的那些酒精类产品全部下架 就是从此再也不卖酒精类的东西 可以说是完全清真 完全哈喽 OK 今天这个新闻出来呢 我看到面图书上很多人都在分享这新闻也在热烈的讨论 这个课题啦 我看的都是中文圈的啦 马来文圈我还没有去看啦 中文圈里面的反应大多数都是 骂啦 老师讲啦 OK 主要骂的方向都是说 这是为了讨好马来人啊 然后这是背离我们华人啊 给比利巴拉之类的啦 所以 大家要记得 这是一个 商业 并不是一个政党啊 如果他是政党的话 他会被骂到更够了 好 我讲回正题 其实呢 这个Family Mark 他会做这个举动啊 也不奇怪了 尤其他是商业 不是政党啊 他会做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奇怪了 啊 因为我现在是很好奇了 Family Mark 应该是还没有正式打进 那些 回教党周数 应该还没有打进吧 尤其是那些 纪兰丹啊 丁加努啊 吉打 玻璃斯啊 还没有打进吧 啊 如果 你要在那些回教党周数 那边做生意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可以买酒啊 应该是不能吧 啊 如果买酒的话 我觉得回教党应该不可以进吧 啊 所以 我觉得 Family Mark 这是一个商业决定 就是呢 啊 他必须要把他的版图 啊 最大化 这是每一个商业都会做的事情 无可厚非的 啊 所以 如果他要把买他的商 他的商业呢 扩散去 全国各地的话 包括回教党的周数 这一步其实是迟早会走的 啊 而且呢 他把他的店呢 变成完全清真化的话 可能也在期待呢 他 马来市场呢 会增加一些 啊 其实现在Family Mark 马来市场也不差啦 啊 像我古来有一间Family Mark 我每次去 啊 我时常是去 吃一些东西啦 然后我喜欢吃Family Mark 的一个那个炸鸡 啊 那个好吃 然后他的关东煮偶尔也吃啦 不是时常吃啦 然后 Family Mark的咖啡 我是时常就来喝的 啊 然后我每次去Family Mark的时候啊 我都是看到了很多有竹在那边 所以 以现在的状态来说呢 就算是有卖酒来说呢 对于有竹的市场 其实并不是一个障碍啦 但是 我是觉得他可能是为了要打进那些回家当的周数啦 啊 OK 所以 可能他如果变得更加清真的话 他马来市场会更加好呢 啊 其实 在马来西亚呢 做生意呢 啊 你如果有接触到那些做生意的人呢 我时常我都会听到一句话 就是 在马来西亚你要做生意啊 你一定要做马来人的生意啊 你没有办法做华人的生意啊 啊 什么原因呢 啊 啊 两个原因 第一 华人太少 你如果当然做华人市场的话 华人市场这么小 你怎样靠他来赚事 啊马来市场是 蓝海这么大 啊你靠马来市场才好吗 啊 然后第2个原因就是呢 华人太尿 哈哈哈 啊 华人讲尿 啊就是呢 啊 给你最少的钱 但是却要要求最好最多的东西 啊 啊 做马来人生意是最好的 啊马来人从来不跟你讲价了 啊 他有钱他就跟你买卖 他没有钱他就掉头走啊 就这么简单吧 啊 也很少来跟你要求什么after service 哈哈哈 OK 这些都是做生意人跟我讲的 啊 so 按照这个趋势下来的话呢 啊 马来西亚花人人口是越来越少了 马来人口是越来越多了 啊 你要生存多一个生年20年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争取 最多的马来市场 啊 啊这个都是做生意的人告诉我了啊 还有 做生意的人他还有告诉我 一样东西 就是呢 对于零售业的老板来说呢 啊 其实他们是蛮讨厌一下一些华人顾客啊 我不说全部啊 一些啦 啊 这些华人顾客呢 永远只是来你的店 问价钱 然后看一下那个东西是怎样怎样 OK 然后呢 你是老板 你上前很殷勤的说哎怎样怎样要买吗要买吗 啊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顾客呢 丢下来他说我回家 Shopee 我回家了 我回家淘宝 哈哈哈 一分钱都不给你赚了 我来这里只是看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罢了 然后回去就去淘宝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啊 他说马来人并不会这样 马来人啊要买就买 不要买的话他就会掉头走 啊 不会特地来你的店啊 啊 看东西 问价钱啊 哈哈哈 可能这也是个事实啊 OK 好 总的依据啊就是呢 在马来西亚你要做生意的话呢 可能还真如那些生意人所说的 啊 你必须要把你的生意呢 啊 的马来市场呢 无限的扩大 啊 华人市场呢 你能保住就已经不错了 但是华人市场永远是越来越小越来小的 这也是个事实 所以Family 今天他做了这个决定 我们如果站在华人民族的角度可能我们会骂 但是如果你听了我自己解释过后 他毕竟只是一个商业而不是一个政党 你或许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